你们最近刷视频 是不是看到这个主播卖20亿 那个主播卖80亿的 其实都是一些虚假形象 哪有这么好卖 什么首富 零元带走 薅羊毛 别人根本买都没买 只是点了一下而已 或者是只付了首富 然后又退了 然后你们这般主播就宣传自己 有卖了多少 有多牛逼 给品牌展示你的实力 品牌也跟着瞎起后 宣传自己的品牌 卖得有多好 自我陶醉 我想问一下 你们内心快乐吗 虚名只会让你更好高物远 无法踏踏实实做事 我这个人最讨厌虚的 自己就一个普通小老百姓 喜欢平凡 热爱生活 老百姓不骗老百姓 更懂老百姓 不在老百姓面前 展示自己的优越感 卖多少就是多少 从不刷单搞假数据 10月22号 一选超级三十一 正式启动 我会一如既往的保持初心 真诚待能 开播前两个小时 付带 每10分钟 50条金项链 虽然不多 但绝对真实有效 这次还准备了10万单雨伞 一块钱包油 个位数的福利 100万单 随时上车 家家户户需要的新香印 欧莱雅 还有函数等一线大牌 全部挑战历史底价 22号上午10点 那你们看看 什么是真男人不安虚的 大远 大远 大远